行政立法協調會報後 內閣閣員一字排開 在行政院宣示 將進速通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週四行政院會通過後 將進速送立法院審議 這個特別條例 今天的條文經過立委們 逐條看了以後 其實跟以前的 特別預算的這些特別條例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所以委員們也都支持 以八年規劃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分為五大項 在水環境建設上 將增供常態供水 每日一百萬噸 備援供水兩百萬噸 改善以淹水面積 兩百平方公里 要大幅降低淹水和缺水風險 綠能建設上 2025非和家園目標不變 到2025年以前 綠能發電要占總發電量 百分之二十 並建設沙輪綠能科學城 另外也包含沉鄉建設 軌道建設和數位建設 由於政策細項 總體經費對國家就業率 以及GDP成長幅度 官員都未能說明 也引發在場媒體不滿 質疑政府政策可行性 行政院強調等星期四 行政院會敲定之後 就會定案 記者綜合報導